另外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唐慧玲 也是在30号这天前往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 唐慧玲特别找来了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湘婷 洪秀柱表示 唐慧玲是有座位的年轻人 希望选民全力支持 第一次投入选战的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唐慧玲 也选在30号这天前往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 选举团队穿着桃红色上衣 浩浩荡荡来到现场相当引人注目 尤其是身旁还有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陪同相挺 当选生不绝于耳 洪秀柱强调 唐慧玲是个表现优秀的年轻人 口才好思路清晰 是值得国民党培养的人才 唐慧玲是在智库的时候 他是智库的研究员 而且他经常在这个电视上 舌战群魔 表现优良 那么他的口条 他的思路 他各方面的一个思想 我特别强调他的中心思想跟我们是契合的 所以我特别来帮他加油 唐慧玲表示自己决定参选之后一直努力前跑基层 争取乡亲支持也倾听地方心声 希望能够为地方争取更好的建设 尤其在正式登记参选后 更要努力拼选战 才不负支持者所托 完成登记以后 现在剩下的路就是近期在我 我们努力的去寻求新店每一位相亲的认同 我也相信我提出来的证件 绝对是会符合新店相亲的需求 我都这段时间在这个拼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不断的在询问相亲 新店还有什么可以更好更美的地方 那他们也都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所以我都把它纳入了我的证件里面 截至8月30号上午包括唐慧玲 新北市第八选区议员选举 已经有8人登记参选 战况可说是十分激烈 新任议员是否能够保住席次 新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选民拭目以待 记者成平常门期新北市采访报道